说到哪个国家,就会想起哪个国家的代表性明星,而且这些明星在娱乐圈中很有威望,除了得到了自己国家的认可以外,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。 那么我们中国的代表性明星是谁呢? 美国麦克杰克逊,众所周知,已故的美国艺人麦克杰克逊,生前取得过伟大的成就,并在全球广泛的支持者中,被称为King of Hip Hop及流行音乐之王。 他是出色的音乐权材,在作词、作曲、场景制作、编曲、演唱、舞蹈、乐器演奏方面,都有着卓越的成就。 麦克尔杰克逊已获得格莱美终身成就奖,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。 他是世界乐团,演艺圈里绝无仅有何最具代表性的风云人物。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为整个现代流行音乐史,递到了一个传奇时代。 至今全世界仍有数以亿界歌迷,英国卓别林,喜剧大师卓别林,英国伦多人,被奥菲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十位演员之一。 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喜剧大师,他的电影影响了后来的很多人。 他的电影也封敏了全世界,同样也是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获得者。 他一直站在草根阶层,所看电影一直是替下层人民说话。 潮粉资本家与权贵,一个黑裤子,一个破礼貌,小胡子加上大头鞋,再有一根从来不舍得离开手的拐杖。 卓别林就是用这么简单的一套服饰,再加上他的表情糊动作,将默片带到了世界高峰。 印度阿米尔汉,因为三傻大闹宝莱物,我得个神,摔脚把爸爸,神秘巨星,是阿米尔汉在国内名声大振。 成了最爱中国欢迎,何舒芝的印度电影《宁星》,阿米尔汉几乎每部作品都会揭露印度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, 并促使人们去认识,板思这些问题,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。 他全心中演艺事业,所导作演部不经典。 叫好又叫做《2010年以卓越的艺术成就》,获得代表着印度公民最高荣誉的莲花勋章。 中国代表巨星候选李小龙欧成龙。 最后说到中国的代表,争议就比较大了。 李小龙,一个被世界了解的何种人。 李小龙是中国功夫的代名词,首位中国功夫全球推广者。 此外他还自创解权道,他在好莱坞的影响力之大,也是无人能比的,是世界的精神偶像。 但是对于让李小龙成为中国的代表却又网友提出来意义,李小龙在美国长大,此后也埋在美国,关键的是国籍也是美国的。 这样子算的话,他还是个美国人,只是有中国血统。 如果排除李小龙,能代表中国的就只有成龙了。 他已经成为中国功夫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。 虽然有些人不服气,认为是李小龙。 但李小龙只能说是中国功夫的先虚者,影响力还是不如成龙的。 成龙重颖45年,全球票房超200亿。 获得2016年奥斯卡终身成就荣誉奖,是首位获该奖的中国人,同时也是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。 虽然在事业上,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但是在家庭和生活当中,成龙可谓是一团的糟。 家庄事件传遍全球,那么最后中国的代表性巨星。 你认同哪位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